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安心 这么热的天气,意味着夏天要到了 穿短袖,穿短裙的季节到了 很多女生开始为自己的身材发愁了 大家都想穿着美美的衣服去上班,去逛街 然而,臃肿肥胖的身材不允许美美的 我们的减肥日常也要开始了 今天就用菊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常用的减肥好方法 可以快速杀灭全身多余的脂肪 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瘦下来 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搭配这一物 可以让你在三天之内快速减掉大肚男 尤其是腿粗肚子大的人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柑橘花,把它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菊花清洗一下 菊花是因为我们常用的中药 菊花中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 而且菊花有清热止藕,止晕的功效 菊花泡水带茶饮,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使粪便在大肠和节肠内逗留的时间变短 所以菊花茶对减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另外,菊花幸为肝贫寒苦 主要的功效是舒风散热 清肝明目和清热解毒 平时风热感冒 肝炎上火导致的目翅肿痛 烦躁易怒 肝阳上抗导致的头晕头痛 血压升高等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清洗干净的菊花放入养生壶中 再准备一把金银花 把它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金银花清洗一下 很多人都不知道金银花有这个功效 其实金银花真的有非常多的功效 它对人体也非常有好处 它的隐藏功效就是能降低血脂 还能起到减肥的作用 对了,喝金银花水还能瞑目哦 清洗干净的金银花也放入养生壶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按花茶键煮上10分钟 菊花属于苦寒泄下药物 长期服用菊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机体的阳气 也可损伤胃气造成食欲减退 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减肥的作用 菊花和金银花煮好之后 放入盘中晾凉备用 也可以提前煮好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新鲜的柠檬 先用食用盐 把柠檬的表皮搓洗干净 清洗柠檬的时候 最好用食用盐 食用盐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 可以清除柠檬表面的浓药残留和果辣 柠檬之所以有减肥的作用 是因为柠檬食谱中的主要目的是 启动身体的自我净化过程 溶解多余的脂肪 清除身体各个器官的废物和毒素 净化血液改善血脂 促进新陈代谢 清洁并修复整个消化吸收系统 增强消化能力 调整吸收平衡 柠檬之所以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是因为柠檬抑制脂肪的机具 当我们摄入柠檬酸后 能有效地防止饮食后出现的血糖飙升 同时分解疲劳物质乳酸 另外食物中摄入的糖质和脂质 可快速转化为能量 及时被消耗掉 避免多余的机具 同时促进全身新陈代谢 另外柠檬清香的香气 也可以避免压力进食 当情绪处于高涨或波动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压力 从而通过进食来缓解 这样的饮食方式 对于减肥是绝对的天敌 清洗干净的柠檬 我们先把它切成片 柠檬自然清晰的香气 能够帮你平复心情 缓解情绪 让你心神安定 防止美食欲爆发 另外柠檬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代谢力 用温水泡开的柠檬水 从身体的中心散发热力 缓解内脏过冷等问题 再加上柠檬酸的作用 使体内能量快速消耗 全身血液流通 代谢力立刻上升 每天坚持喝上一杯 你也可能养成易受体质 不用再羡慕别人 然后把柠檬籽挑出来 这个柠檬籽它会发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挑干净 否则会影响口感 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体验 当我们吃了味道很浓郁的食物 或者是摄入了太多的脂肪 在饭后喝上一杯柠檬水 可以让你立刻舒服下来 也能防止美食欲再次作怪 柠檬籽挑干净之后 我们再把柠檬切成小块 柠檬也是一种 富含维生素C的营养水果 一般人都将它作为美容减肥食品 柠檬中所含的物质 经过合理的调配 减肥效果实在是惊人 可以让你在享受柠檬美味的同时 做一个美貌与身材俱佳的人 切好的柠檬片 先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 无水无油 可以密封的玻璃罐 也可以提前用开水烫好 晾干水分备用 我们把柠檬片装入瓶子里 这座视频不易 令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菊花金银花茶一定要放至完全凉透 柠檬装入瓶子里之后 再把菊花茶放入进去 然后再往柠檬菊花茶里面加入两勺白醋 白醋的量和菊花茶的量是一比一的 白醋里面的酸性物质比较强 对于虚胖体质的人群来说 白醋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把菊花柠檬茶装入瓶子里后 放入冰箱腌制三天 三天后我们的菊花柠檬醋就做好了 我们喝的时候 用勺子舀上三五勺的柠檬菊花醋 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再用40度左右的温水 给它冲泡一下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 蜂蜜不仅可以增加口感 还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对于减肥啊 也是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这样一杯非常好喝的柠檬酸饮料 就做好了 菊花 金银花 柠檬 白醋 蜂蜜 这五味搭配在一起 有非常好的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 促进基础代谢 起到减肥的作用 每天餐后饮用一杯 有非常好的减肥酱汁 美容养颜 排毒清肠 延缓衰老的功效 喝上一周的时间 您就会发现 大肚腩慢慢的变小了 需要注意的是 胃酸分泌过多 胃溃疡 胃疼的人群 一定不能在空腹的时候喝 否则可能加重病情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